彰化浦岩箱公所耗资千万 整建浦南运动公园 结合附近的顺泽宫 打造了一座超巨大的顺泽宫帽溜滑梯 预计验收之后 在这个月的24号 才会开放给民众使用 到时候将成为彰化的热门打卡景点 空白浦南运动公园色彩缤纷 有沙坑和溜索 最抢眼的是这座超巨大 蓝白配色溜滑梯 屋顶非常的特别 你有发现吗 是放大版的顺泽宫帽 从高处留下来 小朋友兴奋大叫 这里是浦南运动公园 以往都被对放垃圾 转化浦岩箱公所 赤字千万整件 结合距离一百公尺远的顺泽宫 神帽特色 搭造全台第一座 带宫妙帽的溜滑梯 其实还原度很高 其实应该说非常的显眼 它上面是一顶冠军帽 刚好又可以遮掩 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想要顺泽宫帽子 然后盖在上面这样子 顺便行销浦岩 再来就是可以拍照打卡 顺泽宫帽会爆红 当初是因为挪威三田选手 伊登带着比赛夺冠 公园设计也有小巧思 地面画上游泳跑步 跟骑脚踏车的图样 很好玩 就小朋友也可以玩 小小朋友也可以 溜滑梯坐得很好玩 就是游很强 让我们体验到很气急 公园目前还在验收阶段 预计这个月24号才会开放 大小朋友引颈期盼 想必到时公园将会成为装画的新打卡景点 就要带我帽张华报导 关注